大家好,我是李耀婷 今天我要说的故事是 真相打白 有一位白影禅师 是一位高僧 他的信徒很多 有一天他在宣讲佛法时 突然外面传来了吵闹声 讲话出来,讲什么法,穿什么的 竟然把我女儿给侮辱了 现在还生下小孩,你必须负责 大家回头一看 原来是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年轻女孩 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女儿闯了进来 大家都在最好,那么平平里 这个禅师不好好在庙里清修 竟然看妆干像龜龙似 又怀我女儿不家 竟然还让她生下小孩 现在该怎么办呢 大家开始亲切私语 不可能吧,你弄错了吧 错不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我女儿都已经承认了 你还有什么话说 大家把故事转向白影禅师身上 我这城市是看着那女孩 眼睛都哭肿了 手臂上还有一条一条的伤痕 怀里的孩子哇哇的哭肿 师父啊,您倒说我句话呀 白影禅师只是静静地看着那女孩 什么话也没有说 哼哼,无话可说了吧 这是你的丝身子 你自己养去吧 我说完就把儿子放在地上 拉着女儿走了 禅师将孩子抱起来 我说 旅然说孩子是我的 那我就养着吧 怎么这样啊 心中怀然了 大家纷纷离开 不再来听到 减少了讲道的时间 禅师没有更轻松 本而更辛苦 因为她必须每天出门 花园奶汁给小孩喝 但是一路上被人指指点点 男人看到她,朝她吐口水 女人看到她,赶紧躲起来 连小孩看到她 都朝她丢石头 虽然她对此不以为意 但是 小孩没有奶一喝 就快要饿死了 怎么办呢 这时候有一个女人来找禅师 这个女人 禅师不认识 她是一个买唱歌女 她对禅师说 师父,请把孩子交给我吧 我最近刚生小孩 正在哺乳 可以连着孩子一起喂牙 师父说 阿弥陀佛 你我素相识 你来帮我 不怕他们说闲话吗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好了 就一条性命重要 还是别人说闲话重要呢 快把孩子给我吧 哎 是啊 我一生讲到信众无数 却没有一个像你这样悟到 阿弥陀佛 就这样过了几天 这天 那个老头就带着她的女儿 来找白眼禅师 一看到师父 立刻跪了下来 一边说话 一边长嘴 师父呀 对不起呀 都是我的错 我女儿被我打 怕我随口胡说 说是这家您的小孩 哎 都怪我没有查清楚 冤枉了您 现在孩子的爹 又是巡夫老爷的二公子 派人来跟我要孩子了 哎 我拿什么给他们呢 他们说 如果有孩子 就把我女儿给娶过去 但要是没孩子 就一切免财了 快说求您把孩子还给我们吧 白眼禅师听完后 只是静静的听听他们说 既然说 孩子是你们的 我帮我去 好吧 孩子抱走了 事情也传猜了 大家都很敬佩吧 你禅师 因为他自己愿意 承受天大的愿望 来化解别人的劫难 同时也嘲笑那些信徒 对禅师的信心 不容那个从来不听禅师 也讲到的买唱歌女啊 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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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